我们或许会因为某个球星而喜欢上足球 也可能会因为那个球星而喜欢上一支球队 然而真正令我们追随一生的 可能是那位队长的振臂高呼 和他百折不屈的精神意志 你不看足球 你就不会懂 有一种精神叫做队长 人们看到拖地首先会想到罗马 而人们提到罗马 一定也会想到拖地 25年的红狼岁月 25年的忠贞不语 他像决斗士一样 无数次的挥剑而上 那一天他亲吻了戒指 那一天他满怀不舍 那一天他眼含热泪 流水可以带走光阴的故事 却带不走属于拖地的那份忠诚 有人说杰拉德就是安菲尔德的披头士 在繁华中血就光荣 却也在繁华中突然泄墨 是啊 他为了儿时的梦想乘风破浪 为了红色的信仰亲近所有 利物浦与吉拉德永远都是族坛中不朽的诗篇 那伊斯坦布尔的红色奇迹 那意外摔倒的终身遗憾 那安菲尔德的永不独行 红衣着身 质子永远都在 小个子跨刀枪 行天下真巨人 在安联球场的这个夜晚 所有人都倒下了 只有拉姆一个人屹立不倒 这一刻 德国人的坚韧意志 在这个一米七的小个子身上彰显着 一年的时间 从三亚王到三冠王 对短带领拜人告别了耻辱 走向了辉煌 这是失败痛苦后 燃起的昂扬斗志 这是不屈意志下 唤醒的坚忍不拔 这更是拜人求迷 为之自豪的伟大所在 那个沐浴在巴巴利亚阳光下的小个子 早已成长为 能够独挡一面的巨人 不念沧桑 不念苦涩 菲利普拉姆 以队长之名 梅亚查中人来人往 唯独只有那位阿根廷人 用十九年的蓝黑岁月 倾注着自己的青春 萨内蒂就是这座球场 永远的封碑 由接过国际米兰的队长秀标那一天开始 以他的四号球衣 永远封尘为结束 这是最好的怀念方式 也是最值得纪念的方式 Forever Forever 当岁月绿过繁华 当风霜布满脸颊 在圣西罗人山人海的表达中 马尔蒂尼四个字 便是他们最直白的情话 飘逸的长发 不屈的斗志 永不磨灭的忠诚 马尔蒂尼用他对米兰的爱 谱写了二十五年的红黑篇章 当告别的时刻到来 转过身 那个圣西罗的三号背影 越发地清晰 而一代人和一个时代的记忆 却模糊在镜头里 渐走渐远 但你的忠诚 永远会在 荏苒的光阴中 熠熠生辉 永不褪色 尔蒂尔